今日AT个股推介是国泰293 简选原因是航空业复苏 国泰2023年上半年转亏为盈 赚接近43亿 2022年同期亏损50亿 随着国际航线需求转往 运力稳步恢复下 国泰进入盈利周期 管理层指引预计2023年下半年 盈利将超越上半年 有望带动逆后首次年度转盈 彭博综合劝商预测说到 国泰2023年全年扭规为盈 赚88亿 2024年赚76亿 2025年赚69亿 走势上国泰近月升穿8月 伸延下来的下降轨 近期市况偏弱 股价在7.7附近整股 昨日收报7.83 可以趁股价回调收集 可以在7.7附近买入 下半年盈利提升为国泰的股价 正面催化劑带来 目标先看前高位8.2 突破之后看8月高位8.9 向下调整6% 即跌穿大约7.2 适宜减次 长线可以参考大行的平均目标价 10.5作为目标 潜在升幅超过三成 下个,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后 继续 中文字幕去年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